欢迎来到赵旅渡市 受疫情影响而延迟的俄罗斯全民公投已经结束了 俄罗斯的新宪法诞生了 同时普京很有可能获得他未来长达十几年的任期 为什么 因为归零了 什么叫归零呢 就是说以往不管任何人在俄罗斯担任了多少任总统 由于我们搞新宪法了 新宪法一来以前的所有东西都归零了 所以以前都不做数了 重新开始任何人包括普京 未来都有权利连选连任俄罗斯总统 当然这个宪法简直就是给普京量身定做的 除了普京之外 任何人都不需要这部新宪法 普京能够这么轻易的赢得全民公投 获得未来的任期 这也不得不说 在当今俄罗斯只有普京一个人才是众望所归的 说实话 想归零的不止普京一个人 二十多年前还有一个人想归零 只不过他没有成功 那个人就是叶利钦 1996年那场俄罗斯大选 叶利钦打的是非常艰难的 说实话 如果没有七大寡头的支持 叶利钦这个总统宝座恐怕就让了出去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惊无险 叶利钦还是俄罗斯的总统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叶利钦就想 那我的总统任期就四年 到2000年 我还在下台 下台之后 我有没有可能再选总统呢 按照当时的俄罗斯法律规定 俄罗斯当时选美国 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 也就是说任何人 你只有两个任期 你想多干 干不了 那么有没有干的机会呢 也有机会 就跟普京今天一样 归零 当时叶利钦就指挥手下人 到俄罗斯宪法法院去提告 要求做出宪法解释 什么意思呢 要求给叶利钦的任期归零 那为什么能归零呢 叶利钦这边的主张 也有一定道理 因为叶利钦当总统 是在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前 这个咱们清楚 当年苏联还没分裂的时候 叶利钦就已经是 苏联这个大国家之下的 加盟共和国 俄罗斯的总统了 后来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的国旗换了 国民换了 宪法换了 叶利钦还是总统 但是人家叶利钦这方说 我干这个总统啊 是咱这个宪法生肖之前的事 你这个法律不能复及既往啊 所以我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啊 不应当受咱们现在这部宪法的管辖 我的第二任总统任期 也就是1996年开始这个 我受这个宪法管辖 我之前那个应当归零 所以我现在才是第一任任期 那么到2000年 我自然有权利来选第二任 我如果选上了 那才可能是我的第二任任期啊 按道理讲啊 叶利钦这么的解释啊 似乎是挺合理的 有一定意义 而且当时苏联其他那几个 加盟共和国 什么哈萨克斯坦啊 白俄罗斯啊 人家的国家人造人 也通过这种类似归零的做法 延长了自己的任期 可问题是 宪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 关键在于 叶利钦对于俄罗斯局势的掌控 叶利钦啊 咱们讲 斗争是把能手的 把戈尔巴成夫都给斗下去了 自己也混上了总统宝座 但是建设国家上真是不行 先是修客疗法 把这个俄罗斯经济搞得崩溃 货币都崩溃了 后来自己啊 身体不行 每天又喝得酩酊大醉 当时国内就传说啊 这个叶利钦简直是个病夫治国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叶利钦对于俄罗斯国内的局势 根本是掌控无力的 所以都没用公民投票 宪法法院直接就否了 人家说 91年开始你就是俄罗斯总统了 你都干五年了 96年到2022年 你又能干一届 你已经干两届了 所以你不可以归零 就这样 宪法法院的一直解释 彻底破灭了叶利钦再选的可能 因此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 他把总统的宝座交给了普京 而普京今天完成了叶利钦 未能完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